这是一个诡异的棋盘 大壮扔下骰子 棋子竟然动了起来 屏幕出现一段文字 困在丛林难回家 直到出现五祸八 下一秒 大壮的手指变了形 他惊恐地尖叫起来 可变形的速度越来越快 不一会儿整个身体就消失不见了 然后不断扭曲 变成一股青烟 被吸到了棋盘里 二翠一扭头 无数蝙蝠飞了出来 不停地向他发动攻击 吓得他赶紧逃了出去 二十六年后 小屋迎来了新的主人 兄妹俩发现了棋盘 上面的棋子好像粘住了 怎么弄都弄不下来 只好拿出新的棋子 手一松 棋子竟然自己跑到了棋盘上 小美扔出了六点 上面提示道 只要轻轻盯一下 包你浑身都发麻 紧接着 无数巴掌大的文字飞了过来 向两人发动了攻击 小美拿起苍蝇拍 哭斥一下就把文字拍飞出去 竟然把玻璃撞碎了 其他文字就从窗户里跑了出去 之后小帅扔出了两点 上面提示道 这次任务难上难 成群泼猴来阻拦 他们听到屋里有动静 跑过来一看 里面竟然出现一群猴子 把厨房当成了花果山 东西扔得到处都是 开启了拆架模式 还向他们扔出了小李飞刀 两人不想玩了 可上面写着 只有通过后才能结束 然后小帅投出了五点 突然出现一双大脚 吓得他们站了起来